北部医院爆染疫 所有人心驚驚 医院员工原先匡列464人裁剪 如今指挥官陈时中说 要拟定计划全院裁剪 就怕一个风吹吵动乱了节奏 毕竟有医院员工向平面爆料 直到当天中午才收到消息 但医院没有名讲 院内周一老早就传出风声 院内有感染 员工是人人自为 其实在前一门就差不多 然后有的就在叫房的 员工警戒提高保护 也收到通知得做筛检 而院方证实的确要做普筛 也拟定人一同栋楼的员工 再来是其他的医护人员 最后是低风险的员工 分替此裁剪 这回亡羊补牢防疫也得做的 滴水不漏 谁也不想在农民年前 再有本土案例搞得年难过 记者综合报道